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这是你第一次观赏这个频道的话 我简单介绍一下 这是一个主要用来记录和分享我个人绘画创作过程的频道 也希望通过这个频道让更多人认识和欣赏我的作品 另外也欢迎大家追踪我的IG和脸书粉专 想收藏我的作品的朋友也都可以私讯给我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幅油画作品 取名叫福 我大部分的作品其实都和大自然或内在潜意识有关 这幅作品是偏向内在潜意识的作品 所以会稍微的抽象一点 我的创作方式一般都是先从大胆的上色开始 再让画面去决定之后的走向 创作之前我都会先打一层基底纹路 打底的过程就像我刚刚片头播放的影片那样 让作品带有一些凹凸的质感 创作的过程也会因为这些纹路产生许多随机有趣的变化 那我目前的阶段就是调一些当下偏好的颜色去抓取敏感 然后一边布置画面 这幅作品我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在安排色彩的配置上 因为会影响到视觉上的整体情境氛围 尤其是用到很多的颜色的时候 就要特别的小心 不然画面就会脏掉 正福 表达的是一种潜伏的状态 一种很深沉内敛 然后就是把光芒都收敛起来的潜伏状态 所以整幅作品最后会是暗色调的 所有相对鲜明的色彩都会被保护 会有一种被刻意隐藏起来的感觉 虽然说是潜伏内敛 但其实隐含着一种积极的能量在里头 就是一种叙事待发的感觉 画面上的布置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出来 就是有一个往内旋转的那种隧道的感觉 我觉得是一种很内在深沉的那种感受 超像的作品啊 其实每个人看的感受 不太可能一样啦 那剩下的时间呢 就还是一样 留给大家慢慢的观赏 那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用这种方式 分享我的创作 也欢迎大家有任何的心得或建议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给我 也请分享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你的关注也是支持我继续创作的动力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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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